上一期我们讲了NPD完美主义之所以成为伤害你的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你做事完美 今天来讲第二个NPD完美主义伤害你的原因 就是NPD还需要对外界包括社交媒体展示出完美的人设 那NPD因为需要对外展示自己完美的人设 也相信自己本来就是完美的人 所以他们需要自己的伴侣啊孩子啊 也要和他们一样对外展示出完美的形象 因而对自己的伴侣还有孩子呢都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而你们一旦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就一下子激发出他的不完美导致内心匮乏的恐惧 所以他们不管你内心是否会不舒服 也不会管你是否因此而产生巨大的压力和焦虑 本来他们呢也没什么同理心嘛 就依然用高标准来要求你和孩子 那如果你是那个对自己和他人要求非常严格的完美主义者 那我希望你能明白两点 第一 你如果是个欧司的底层二 你可以继续这样操作 但是但凡想往上走 你必须学会放弃方面主义 才能更好的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 什么意思 向上不能时刻保持老板的业绩 你只需要做到某些重大项目完成不错 有些小的项目做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时不时呢要和自己的老板呢 沟通工作近况 因为你的老板啊通常很忙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知道每个下属的工作量以及工作进度进展如何了 所以你就要找老板汇报 多请教 一来呢可以让老板呢知道你手上的工作量有多少 二来呢你去请教老板的时候呢 也让老板意识到 你不是万能的 有些事情也需要老板来指令你的 你还会显得呢特别的谦虚 这多好啊 如果有需要其他人手帮忙呢 你还可以借机呢和老板沟通一下 啊表达自己的能力有限 啊哪怕其实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做得很好 请你也不要这样做 而是让老板意识到 你需要老板的指点 需要其他人来协助你 这样呢避免自己身上呢 为了过多的不属于你的责任 要知道啊在公司里 你如果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项目任务 也意味着出了问题 所有人都会罢罪于你 而如果一个大的项目 不可能你一个人文明无缺的完成 所以呢你可以做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负责安排好每个人员任务和职责范围 以及交作业的时间期限 当然达标的标准呢提前要跟大家沟通好 就执行不要太追求细节 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美 那第二呢就是向下管理的时候 嗯你当然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了 但是你要明白啊对方可能达不到你的标准 如果因为别人达不到你的完美标准 而对对方发火的话呢 对方可能会变得与你相处的时候呢 谨小慎微 不敢得罪你 然后呢也不敢跟你说真话 还让自己处于精神紧张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这样反而呢更容易出错 所以如果你不想继续这个恶性循环 就适当的对细节不要追求过于完美 只要大方算对了 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 不要沉溺于细节出不来 也不要因为把控不好时间限制 而影响其他人完成同一个项目 如果你想继续在职场中升职作为大老板呢 那么你不能让自己过于忙碌而导致无法看清 你们这艘船行驶的方向 大老板是需要指引船员行驶的方向 确保船员安全抵达目的地完成任务的 而你作为领导呢也一样 要看得远 看得目标准确 就要把自己解放出来 去站在高处看清方向 其余的事情呢 要下属去做就好了 下属需要细心 你指引大家行驶方向 才能保证船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 对待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也一样 请你尊重他们和你不是一个人的事实 他们有他们擅长的事情 有他们的思维方式 做事习惯和你不一样 脾气性格也不一样 所以当你的要求他们无法满足的时候 或者对方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愿 来跟随你的指令的时候 与其追求 为什么他不听我话 去先做这个事情呢 我都是为了他好啊 或者为了他的虔诚啊 不如问问自己 到底谁需要做这个事呢 这个是谁的事啊 如果是你孩子的事 为什么不能相信孩子自己有判断力可以做好呢 为什么你就非要牵扯进别人的事情呢 这是不是像那些催婚的父母或者七大婶八大姨的 没事就问你 你有对象了吗 结婚了吗 你看别人家都有小孩了耶 请问你们有问过当事人他是否想做你说的这件事呢 你觉得他必须这样做才可以 但是他可以有他的想法呀 他可以不认为呀 你要允许别人和你有不同意见呀 看问题的角度和你不一样才可以对不对 那如果你觉得那如果你觉得这些催婚的人很烦那么换力思考一下如果你去做了类似的事情对你的伴侣和孩子你觉得他们心情无法 如果你也会觉得是不认为他们心情无法 那么就请你放下控制 学会倾听 学会看到别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需求 只是和你的不一样罢了 就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了 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轨迹 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要相信他们可以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最后呢就是问问自己 你的完美主义从哪里来的呢 我的呢我知道就是以前职场中被要求出来的 那你们的呢 有没有可能你小的时候父母对你要求过于苛刻过于严格 对你过于挑剔导致你追求卓越与完美 而追求优秀的背后却是对失败的恐惧 对不安全感的掌控和自己非常需要其他人的认可 如果自己不够优秀就不值得被爱等等相关呢 如果有呢你需要找着这个那家小孩疗愈他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呢也请找疗愈师帮助你看到你的创伤点在哪里 从而帮助你疗愈你自己 好今天的内容有点深讲的有点长 感谢大家耐心收看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欢迎您一键三连 并开启订阅小铃铛 下期见拜拜